啊!有了有了有了有奇怪的人在裡面 那我幹嘛 還記得小時候最害怕的夢魘是什麼嗎 睡覺的時候不敢把腳伸出床外 或者是半夜怕黑不敢上廁所 這些都是源自於心中 那深不可測的恐懼 有了有了有奇怪的人在裡面 那我幹嘛 小小夢魘是一款帶有奇幻風格的恐怖冒險遊戲 特殊的美術風格搭配多樣豐富的場景 都營造出一種詭訣的恐怖氣氛 遊戲內你要扮演的是小女孩小六 在過程中運用自己的想像力 不管是向著前方奔跑攀爬 還是悄悄躲藏在某處來迴避敵人 運用手上的打火機照亮四周 仔細觀察來找出各種謎題的線索 比起其他恐怖遊戲突然冒出來嚇你的手法 小小夢魘的黑色童話風格顯得非常親民 雖然遊玩過程中沒有任何提示 常常B丟是不是會丟就有用了 但簡單的操作即使是不常玩遊戲的妞妞們 也能享受在其中喔 今天的小小夢魘就到這邊啦 喜歡恐怖遊戲的你千萬不要錯過 快Add你的朋友們一起放聲尖叫吧 喜歡什麼遊戲也別忘記推薦給我們喔 看愛女子的遊戲只能下次見喔 掰掰